又是新的一周了 那今天在外面拍摄 身后就看到超大的橘子树 还有等等的新年的花 因为新年就要来了 其实已经在开始倒数历春了 历春一到就是几亥年 那就要把你家里流年风水等等做好的 那上周到底有讲到什么东西呢 那上周就是我们最后一场的流年风水讲座 所以如果有过来的朋友 感谢你们过来支持 那这几场风水讲座里面 即使讲一讲去都在鼓励 而且非常提议大家 一定要做到这个东西叫做一白遮三丑 不只是限于白段 不只是限于白段 一台白段可以挡三煞的地方 那就不大需要放黑段了 Anyway我这手上这个是我们比较推荐的 也是在于我们不要时防 病啊防意外的 也要把家里的山把城乡给做好 宁愿把精神放在可以创造 可以旺财的方向方面 也不要一味的一直在防一防去 OK到头来十年 哦原来我只是没有病没有痛 没有什么意思这个 OK最好把每一次回头都看到 自己的人生每一年越来越好 那可以放山可以放白段 可以放城乡等等的 OK至于哪一样比较适合 哪一样是你的方向 哪一样是你的重点 这个还真的需要在管理 单对站见面 如果你还没有make appointment 去看你的流年风水的话 真的你看后面的书都来了 所以新年真的非常非常靠近了 赶快make an appointment 或者你的朋友要加入 云农职望财管 让他自己明年2019年的几亥年 越来越旺的话 那就要记得 新年带好运 一年走好运 然后让你跟你的朋友一起旺起来 那我们就在管见 关了